比赛了因为对手其实也还是挺强的 怎么准备的 然后这条比赛怎么打的 我觉得因为这次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吧 比较充分吧 因为上一次在新加坡也是自己第一轮就输了 可能在这种准备上可能没有那么充分 我觉得今天包括对西蒙 其实自己也没有输过 然后但是也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吧 因为对这种场地啊 包括这种适应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么好 我觉得今天准备的还是不错吧 就说在第二轮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第二集可能在九一八叫了个暂停吧 也是这种 因为这种擦网可能想好的球 后面因为第二个没有想好可能就打了吧 就输了 那后来怎么跑上去 因为可能总体来说自己跟他打还是稍微上风一些吧 然后还是就正常打吧 打起这种实力上去 怎么准备下一轮 下一轮还不知道对谁 然后好好准备摆下 你整个感觉打得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场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吧 因为可能也是 也不是特别舒服的球嘛 不是特别舒服吗 然后整个包括球的场地的感觉呢 包括灯光啊 然后风啊 球黏不黏啊 潮不潮啊 这场地肯定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种灯光这种也非常好看的吧 其实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 好打也是挺好打 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原因会多多去找一些吧 这位球你适应吗 球稍微的有点软 可能跟这种潮有些关系吧 那你的力量型选手 你怎么不太怕这个 力量型选手我才怕这个 就是使不上劲 我觉得 你还使不上劲 我看你在场上很带的 还可以打的 我觉得今天打的还不错 还可以 继续加油 好